怎么戴法呢 就像师叔一样 蓝的左手为阳 右手为阴 这个左手戴红 右手戴蓝 紫色的 这就是阴阳平衡 那么如果是你觉得你还很健康 戴两只就OK了 如果你觉得像年纪 你们稍微大一点的脚步沉重 OK 再给自己像挪扎一样 增加个风火轮 在腿上 一只腿 两个 一个 四条 如果你感觉到 自己需要快速 快速返老环头 那你就把自己的 肚脉和韧脉再练一下 就是一个放在肚脉 一个放在韧脉 带个脖子环 这个红的跟蓝的 紫的组成一个环 对吧 组成一个环 那么后面 肚脉是生羊的 任脉是下降的 那这个就 弄成环 所以是 那么红的在后面 是吧 这个 蓝的在前面 他就 肚脉生 任脉降 就 省得说你还要练小周天了 他刺痛的就在给你什么 小周天 这是对修炼者 他是 这样 那么对这个 中老年人 就是要注意 比方说他这个 阴虚火旺的人 你就别给他带红的 带红的 他就老发脾气 你就给他带这个 紫的 对吧 那么 高血压 你要降压 两个手都带紫的 就很快血压就降下来了 比你带一支的 这个效果 肯定好很多 所以是 基本标配 就是 一红一紫 这是对于 普通健康人 的一个标配 那么你开始 这个 要想练风火轮了 这个千里足了 你就加上 脚上两个环 或者先加一个环 舍不得就买一个环 左脚带 左脚轻 右脚带 右脚轻 你就换着带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